惡搞ATV焦點 抽水光華 抽乾尿 大紅TV地上 去多問 奉公國欺人 唱完歌 又跳完舞 是時候破解 劉光華 出局之迷 又有四方 歡迎收看 黑TV焦點 今日的話題是 建設派 大勝破壞派 劉光華同志 壯力犧牲 WOW ATV焦點 我最喜歡看的 不過他不是罵泛民肥佬麗的嗎 為何說光華的 自己有力的 你看清楚一點 惡搞而已 是新一期黑資的題材 外國勇士劉光華同志 被破壞派人士以垃圾桶遮蔽 其中一塊美麗的選舉環額 以至流失大量有潔癖的選民選票 最終為了香港要贏 這個核心信念 而壯烈犧牲 各主持白生 和ATV焦點一日 好驚人 何止 臭水力 還經過琴森大笨象 其實這些掌心雷的數字 並非候選人的號碼 而是那位老人家 接受過建設派幫忙的次數 總共是918804次 建設派今次雖然大勝一仗 但定必虛心檢討 從劉光華同志身上 學習真誠賣香港的高尚情操 看完之後實在太感動了 其實江華同志選完之後 沒有消失到 昨天還上商台訪問 不過就沒有離神器 有讚你的人 但同時也有贊你的人 無論支持人 怎樣問他 怎樣看被人玩 怎樣氣他 但你是不是人來的呢 有沒有感情 人都開心 他都是這個通 就是我尊重 就是市民的決定 被人氣到這樣都沒有反應 證明真是很down 給了第二個 一早就 你作為主持人 是應該收爹 收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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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迎面 到迎 sang 到迎開 跟歌 至少 谢谢大家